接下來1點半到2點的演講的題目是 When Intergeny ITO 我們已經Meet Amazon Code的Whisper 等一下我們歡迎蘇翰來為我們講解 各位下午好 現場人數比我預期還要多 因為我這次完全沒有到各個社團去分享 然後等一下其實我蠻希望自己去把朋友們鎖起來 就是30分鐘內都靜止進場 可以出場然後就不能再進來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這我已經很低調了 就是把圖片直接埋在QR Code裡面 就是盡量低調工商 那去年的時候我寫了一本書 它的主題就是AI耀電機器人 不過這個AI耀電機器人 它的範圍跟今天講的Quiz 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如果說覺得我今天講的內容也太簡單的話 然後這本書 它這個QR Code是10月版本 然後應該可以度過這底下的30分鐘 是綽綽有餘 其實大家認識我也都會知道說 我目前也有在做一個影片 然後他們有教學影片 還有平常的時候會去拍一些美食影片 所以說如果訂閱的時候 我要先講說我收到那個美食影片 不要嚇到然後馬上退訂 想說是不是少錯QR Code 那其他自我介紹的部分 後來我先講完今天的口音 就是一個蛋白的補充 就怕成不完 那影片還有一分鐘 先讓大家看一下 它錄影片這個速度其實我們有把它調換 因為它轉完檔檔發現 它有辦法在後邊那種調速度 左邊的話 它是已經開啟CoVsper的功能 所以你會看到它有一個 Viewer ID Connected 然後開啟這個功能之後 你要怎麼把它要召喚出來 通常很簡單 就像是我現在右邊這個畫面 就是用註解的方式 給它兩條雙斜線 然後它只要有回傳下面 你看到這個訊息提示 就表示CoVsper目前是在運作中的 然後運作中它其實是蠻聰明的 就是它會根據你選的狀案例行 還有你目前的檔案 然後去判斷說你等一下會要做什麼 然後剛你有看到一個就是 這是第四個 它有買第五個 第二個這邊是 它有 它看到的是一個Cater 你說它覺得我下一步應該是要加一個Cater Server 然後這個也是正確的判斷 因為我現在開這個轉換是Cater的轉換 那由於Cater是一個百分之百 一個Colin打造的 就是Framwork 所以拿來再測試今天到底CoVsper 對Colin這個語言它了解多少 所以是非常適合的 因為它不會被別的語言給干擾到 然後它切換的話 就是在於最左邊那邊的筆點下面有說 如果你看到想要切換選擇大於兩個以上時候 想要切換的時候 就是按了它的L key 也就是方向鍵 然後按下去之後 如果你看到有喜歡的 也不是應該是有適合的選擇的話 然後就按Tap 然後Tap a key就可以 讓這一行的 它給你的Suggestion 成為就是從你的檔案的內容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直接看到結束再來講 還有一ultan的嘴巴 在這裡的標準 因為油而定 可能是在那裡的 還有煮夾 入口 好像是為人生的 發酵 嗯 自然之間 沒有 這位的 這邊的話大概可以探討幾個訊息 第一個就是可惠四個韓國檢是看得懂中文的 我原判他應該是看得懂全體中文 然後版體的話應該是去比對檢中的部分 第二個是我從頭到尾他 我就是給五個字就我只能把他調 然後就讓他自己去按照我這個專業的類型 讓他自己去寫他自己想要的 然後這個從頭到尾就只有按到一個Tank鍵而已 也是沒有修改到他的程式 然後寫完之後他Print出來的東西 其實跟我想要的也沒有差得到太多 然後最左邊這邊的話就是說他 Colesterol目前的功能是可以 就是及時去回覆suggestion回來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我們看那個選擇五個 然後看沒有喜歡的時候或是沒有適合的話 就直接自己寫然後或是自己修改 好 這個表就稍微看一下 因為等一下會有另外一個人會跟他做對照 所以就是很多隻眼睛在看著你的這支表 這個表 然後Kater 剛剛有提到Kater的什麼辦法 他其實是一個Server 但是它是可以拿來寫Web的 就是你可以在他裡面拍一個Web的Coling 在Grandon那邊引入像一套件之後 你看最右邊這個Tablighting的Coling 他這個也是在建立專案的過程中 可以讓ID自己幫你產生出來的一個Coling 然後我主要在左邊的那一個 就是我只有把五個字 就是我陳發表拿進來右邊這個 繞亭底下的第一行 然後讓他去讀取說這個HTML語法 然後他就自己寫出左邊那一堆 那他其實寫出來之後沒有這麼少 因為我其實是因為那個語法裡面還有CSS 所以左邊那個至少都有20行的CSS 那我覺得那個有點干擾就把CSS全部刪掉 然後自己再稍微修改一下幾行 但是我情況修改的地方沒有超過大概三行 就調整一下而已 那他寫得出來還是要幫他檢查一下 到底顯示就是印出來會怎麼樣 我這個手打一個R 那是Blowsing 就是瀏覽器上面在顯示的時候 電話的時候他其實是蠻正常的 就是剛剛那個寫法 他是大概有抓到什麼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他寫出來的東西 就算是沒有CSS加進去的話 他一樣還是 好 下一個就是剛剛有講到 就是Coviesco他是根據專案類型 還有ID還有他的檔案的前後文 去判斷要什麼 那除了剛剛的專案之外 其實AS在廣義上的AS 也算是你特質ID的一種 所以目前的那個composer 這個就是他系統直接建立之後的composer 那我也是把那五個字丟到裡面而已 然後丟進來之後 丟進來之後他就會也是自己產生 左邊那一段 然後產生出來這個看起來好像 沒什麼答案問題 但是通常還是要幫他檢查一下 就是preview功能開下去之後 我就發現紅色框框面就是他寫出來的東西 那個我在前段頁面使用者看到的時候 應該會蠻傻眼的 所以這個時候還是要人工 就是工人智慧一架進來的時候 稍微修改一下 那我這邊就是有幫他加一個客人進來 然後加客人的時候後面的那個 一些設定子 那個可為什麼 大家會給你蠻多選項的 看你是要怎麼去改 然後就選一個 大概自己覺得適合把他看下來 然後到這邊的話就是先暫停一下 先來了解一下可威斯克他的基本的一些 information 我可以講解一下 就是在使用可威斯克的開始擦功能的時候 不管你有沒有註冊AWS的帳號 他其實都不會被影響 那我這個界面是因為我平常都有在使用 所以我一開始登錄的時候 他就會自動登錄一個預設的 但是就算是有註冊 我還是要另外用一個 E-mail去申請 Cowes克的Builder ID 然後申請的過程中 是要用一個有在活著的E-mail去申請 因為他的密碼會綁著這個帳號 之後的話就算是再一次連線 有時候關機後再一次連線 還是會用同一個密碼登錄 這個其實是我要看這個影片的最主要目的 然後為什麼他可以就是即時會給你那麼多 的審選跟一些資料 然後他的內訪從哪來 其實就是從你的ID裡面去抓的 然後要抓所有資料跟資訊的時候 他其實他就會在這時候就會跟使用者 開發者或使用者說 我希望你的同意才能夠進去你的ID 那開啟了之後呢 這是最右上角那邊有一個Auto Solution 功能 就會出現 那這個就是我剛在一台SNAK影片的進度 那就是我剛在一台SNAK影片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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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就直接來講一下 所以說當你在ID裡面寫的任何Data或任何Code 它是可以自動就是automatic picker 自動被傳到Coisp 然後有Coisp馬上立即 以後它也就是回復一些建議讓你去做選擇 那有時候建議是只有一個 那有時候是多個 那就是多個的話就是用一個Auto Key去做切換 那這個跳過 那這邊目前的話 那個Coisp它有幾個ID是可以用的 就是上面的五個 但是你可以發現 那第二個那個Internet 它這個是訂閱日的嘛 我一直沒記了 然後我今天的demo 全部都是用community版本的 所以它兩個版本目前都可以 然後另外的話 Enjoy的開發者也是可以用 因為剛有一個ZenEgg Compost的專案 那個它也是可以讀得到的 這邊要講一個就是它的Security Skin功能 這個功能目前Code 所以你才沒有在它可以支援的議員裡面 那目前只有三種 Java、JavaS規格跟Pi 那個人開發者目前是免費使用 所以說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企業用的話 當然是需要費用 那費用部分或是其他的 比較detail的細節 就是到它有一個專屬的FAQ網 然後我們也就到那邊去找一下資料 然後現在回過頭了 還是再講一下我們的主角Colein 然後剛剛就是有請那個 可惟斯幫幫我們寫出三種 對 就是丟比較五個字 然後讓它自己去ID裡面 然後研判之後 讓它自己去產生出三種的Colein 就是要傳發表語法 然後這時候的時候就會想 想說那這種組合 因為大家不是都會很熱衷於討論說 我要用30、60、90來寫 Hello,我 或是進階一點的 就是30種、50種、100種 然後會寫九九成八表 那他說我就會看到 它可以這樣很順利的寫出三種之後 我就會想說 那我說不定就是用一種Colein語言 然後我就是丟給Colein 它就可以自然的幫我產生出 30種Colein的九九成八表 然後這個時候我想說 這個應該可以信得通 現在等到我們接下來剩下的四、五分鐘 我想說那就完成這個任務挑戰 那時候會覺得 就是做腿面對方就很瘋狂 可是第一個就馬上想要Colein的Collection 因為Collection它 這是可以中間穿插 穿插一個 就是去年有一本書叫做Colein的Collection 中文版的 然後這本書在預購期間 就是造成一股小小的空洞 為什麼呢 因為它居然可以寫到五百多頁 然後所有人都非常讚嘆 然後之後 然後我看到在展中集會露出米之微笑 這樣懂得都懂 然後之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不錯啊 這樣我弄一個Collection 說不定我就是可以請他幫我寫出 30種的那個九九成八表 好那馬上就請可惟是個幫忙 就是說後面 帶個訊息 再加一個 就是Promote 就是Colein的Collection加上去 他也看得懂 中英一起有看得懂 然後他給我的是List 就仔細看他給我一個List 那Collection如果說 對Colein有點基礎概念的話 也會知道他其實有Set 還有Map 就是三種可以做變化 那我就是在題詞後面 這個是Map 其實它Set是他寫得出來 就是稍微小改一下而已 但是基本上架構都沒有 離那個剛剛第一開始的List 差太多 然後他那個有的做解調 是我做解調 因為他應酬來真的是有點髒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 就是剛剛三種Basic 然後再加上Collection 三種嘛 六種 然後 但今天要完成30種會有點困難 然後你就是把線索的到 就是用請可惟是幫我們寫出10種就好了 然後10種加上4種的話 然後Jewel請 比較有辦法應該就是用Colein這個做法 然後我跟他說也是直接下一個 就是跟他說Colein 然後他就直接回床給我一個 只是仔細看一下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就剛剛第一張 他寫的那個99108表 比較的話他只有多一個Susband而已 然後所以其實我就是重新改寫過很多次 然後他還是依照這種寫 然後我在想說為什麼要多一個Susband 因為這樣其實沒有太大的實質意義 然後這邊的話我就把那個 那個英文改成中文就用寫成 但是問題又又來了 他寫了一個很標準的寫成 但是我的9910法表不見了 然後這樣就是溝通兩三次之後 我就覺得他是不是無法去得到我想要的東西 然後我想說那算了 然後我剛才自己寫好了這樣 沒有 就還是想一下說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最後解決方法 我是重新開一個新的Calling檔案 然後並且呢只有給他一行 就是把那個寫成的Library import之後呢 我就讓他自己完成 然後這一段 這兩頁他是一整段 然後這一段是他自己全部寫出來的 因為我連那個 他回床的檢體中文我都沒有去更改 他就是他 然後這應該是對岸同胞的貢獻 好 那進階版的話 剛剛就是有講到的就是Collection跟Calling 然後最後一個我看一下時間 欸 還有時間 那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講到那個 Android那邊講到那個Compost 然後Compost 目前應該就有在用的 大家了解嗎 除了Android之外 然後還有一個For Desktop 然後還有一個Web 然後另外IOS也有 所以這四個 但是他裡面的語法其實都跟Android差不多 所以我就沒有一一就把他拿出來 就是這樣子去用 那如果這樣子丟過去的話 其實Compost大概 就是會伸出四種 可是應該看一下怎麼樣自己修 好 可以嗎 講一下快樂 給我一起來快樂 好 那這是最後就是我 我目前的就剛剛的Youtube的頻道啦 那我預計之後可能9月 因為通常9月都還會在 鐵人賽的時候會再做30支影片 然後平常都畫有時間會 好 那我今天我看什麼要補充呢 還是現場的方法 好 那我看一下我的地方要講 好 那你就是看一下 好 那你就是我一腳步吧 那這個準備工作的話就是我今天用的呢就是Intel 3D 然後如果平常在開發Enjoy的話 它Enjoy也是可以直接下載那個AWS的Toolkit 然後也可以直接用一個email去交換 這兩個是可以用的 然後剛好提到MARIA Intel 3D的話是兩個版本都是目前都可以使用 因為官網上是寫說它是付費字 那我今天是用那個就是它沒有提去Limo的 然後第一個那個Toolbox是蠻建議大家不要先安裝Toolbox 因為當專案一多的時候要開專案或是找專案的話 有一個Toolbox在的話會比較方便 好 繼續攻上好 那下 好 還有10分鐘 聽得到我的聲音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我想請問就是Coolbox它現在是租行產生 還是可以就是給一個Pump 然後它直接可以產生一大段 就是按個Tab它就可以生成 還是就是可能因為我剛看Dave它好像是租行 然後我自己也有前幾天也有做測試 然後因為我現在用的Idea 它目前好像就是是租行 租行產生 對 所以它就是就是目前的話它第一次線是這樣 目前對於這個則是只能租行 然後一行一行按Table 然後 好好問他 참聞說除了Coolbox之外 應該由於其他人好했어요 然後互聯業 講不上藝阿酷開熱之類 你有可能稍微調過 因為你最喜歡哪套 比較過 我不喜歡哪套 第一個優勢一定會有裝的就是免費版的 就是硬體工精工免 要好像先給它鑽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 調過是好像就一定要用 因為大家都在用 其實它只要不干擾的話 然後除了那個調過趕拍的 那個就是不干擾的話會吃 口袋夠就裝了 然後最近好一個就是講話 講到這個我想要周英英講一個就是 ANJOY不是有最近有個 Still Deal Boots嗎 然後我其實本來想要 也想要裝一個話的發現它現在 就是僅限於美國 那美國地區才能使用 所以這叫做這個有需要 就是真的就很需要VPN來幫一下忙 那我想問你有同時裝兩個AI 和Mover大家 你有嗎 有同時裝兩個 譬如說Code Pilot在家 通過Code 我 這樣啊 對這個好 我真的沒有這樣玩過 我 我真的一次就開一個 我就大概一次就開一個 然後就在測試它的功能 然後就在測試它的功能 你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它的 很小 看Code Quisper 一下還有好像 兩個 喔 這一個嗎 是 是這一個嗎 就是 好像 它是不是 ID 就是在ID上面 然後還有 喔 你說這一個嗎 對啊 怎麼說這一檔 但是不是在上 我們是軸 在上 西階 西式 西式 我可以找一張嗎 人座便可以選擇開啟前客 自動生存 這個天退之間 它底下還有一個 後面應該是 其實那個我沒有去用過 因為主要是因為我 應該是說我食物今天沒有需要用到這個 所以我就一直很忽略它 這個要跟陳氏講明 我有興趣的話是可以試看看 但是我不確定它是不是需要收費 因為我只能確定是稍微那個 口味食牌後也是美肥的 如果你要使用下面那個的話 我目前是不確定它是不是要收費 可以先到AQ去查一下 好 好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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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目前覺得他很好用的一個是 因為實際上工作 他考了讓他的出處 出處會有時候還是要自己改一下 因為畢竟他AI出來的東西 第一個是智慧才能全 如果真的跟他去撈回來 我現在剛剛他去撈那個點擊中文的東西的話 那我就一定會修 因為如果他等一下撈一模一樣回來就麻煩 然後第二個是他目前是 我拿來練習第一口的時候 我一定會把他開折 好的 那現在還有 有人有想問的問題嗎 蠻好奇問一下Branding 目前有 因為我問到這麼深度的 我想要請教一下前輩 你目前有沒有在工作上開AR 因為我其實有看到蠻多AR負面的消息 就是說什麼企業禁用啊 或者是人工 對我會有什麼 就是類似 就是類似 我想說那類似 我們公司有 證差的比較幾次公司 他們有 他會比較 就是說 比較出入公司相關的 理由 你去往那邊送 他 他有一個 就是反正跟他有那一區不同 公司是會知道你 你拿你的類似的事 那 那 簡單一些我覺得 簡單的那種 產生 test case 或者是 有一些 平常 沒有遇到 詢問的時候 可以給 有家 過程可以給一些 得到一些敏感 那 好像比較不能說 直接說 有些 對 就是 就是 像那個 S 那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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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聊天的方式 然後 然後 不能像 這口 什麼之類的 直接幫你寫 那種 然後 那種比較不可能 比較不可能 那 有人 公司 也有在用什麼 然後 沒有管制的嗎 好 59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那 如果是 如果沒有 祈禱或沒有講到的 就是 可能有麻煩各位 方法 FAQ 或是說 有些公文要嘗試之前 AWS 要提醒大家 如果對我AWS 有興趣的話 有些公文要嘗試之前 你敢要先確認一下 他的收費怎樣 因為我就曾經 很 以為他跟那個 GCP一樣 然後 開了之後 我就直接什麼都用 一個月後收到那個帳檔 是一兩萬塊 擠得擠過來的 因為他的免費額度 是有分他的功能 去限制他那個使用額度 好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